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排队点餐的顾客一步步往前移动 回头看了一眼在唐石区等待的孩子们 瞬间吓得魂飞魄散 他家小老二妮妮已经走出了大门 站在飞机动车道上东张西望 身侧不断有电动车摩托车急驰而过 妮妮晃晃悠悠的完全感知不到危险 沈燕愣正了几秒 便凹得一嗓子狂奔出去 她夹着妮妮回到店里的时候 仍然惊魂未定 老大娜娜全程默然 她本想责被娜娜看顾不利 却被娜娜看过来的眼神惊得已哆嗦 一个七岁孩子的眼神应该是纯真简单的 而娜娜的眼神却夹杂着冷漠怨怼 甚至是幸灾乐祸 哪怕刚刚遭遇危险的人 是她不到三岁的亲妹妹 妈妈 快去排队点餐啊 我都饿死了 这个时候 娜娜竟然还有心思想着吃 沈雁怒火中烧 忍不住训斥她 妮妮刚才在你眼皮子底下溜出去 你为什么不管呢 她那么小 外面那么多车 万一被撞了怎么办 你还有没有心 娜娜撇撇嘴 满不在乎的说 我说了 不能出去 她不听呀 我能怎么办呢 沈雁说道 你起码应该陪她一起 或者把她抱回来 她可是你的妹妹呀 娜娜反驳道 她自己乱跑 是她的错 我老老实实坐在这里 你不批评她 反倒批评我 妹妹妹妹 你心里只有妹妹 我烦死她了 说到最后 她的声音夹着哽咽 赌气走出了餐厅 站在门口抹眼泪了 沈雁愣住了 旁边围观的老太太说道 哎呀 我家也是这样 大孙女天天和小孙子打架 有了小的 有了小的 大的心里不痛快 沈雁恍然 无奈地叹了口气 母女三人 最终 孔着肚子回了家 沈雁愿想说点什么 但是娜娜并不想听 钻进自己的房间后 狠狠地将门锁上了 妮妮不明所以 只想找姐姐玩 站在紧闭的门前 一脸无辜地看了一会儿 二后 似乎想起什么 哒哒哒地 跑向自己的玩具脚 拿起昨晚捏好的宝贝 逃泥兔子 哒哒哒地跑过来 一边拍门 一边喊道 姐姐 姐姐 给你小白兔 沈雁望着 妮妮那副献宝的模样 心里不老人 走过去 将妮妮抱起来说道 姐姐不要 妮妮自己留着玩吧 话音未落 房门猛地打开了 娜娜冷脸 夺过逃泥兔子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伴着逃泥兔子 碎裂的声音 妮妮哇地哭了出来 深夜热血上头 失控地冲着娜娜吼道 你干什么 妹妹把她最喜欢的玩具 送给你 你怎么能这样呢 娜娜面无表情地 看着沈雁说 她摔坏我多少东西 你怎么从来不批评她 我摔她一个玩具 就不行吗 妈妈 你也太偏心了吧 沈雁说 她才不到三岁 可你已经是小学生了 娜娜仰着脸 眼睛里泛着泪光 我就知道 你一点都不爱我 房门再次关闭 沈雁气得浑身发抖 动不动就关门拒绝沟通 这样下去还了得吗 才七岁就管不了了 以后岂不是要上天吗 她从茶几下面的杂物中 扒拉出备用钥匙 气冲冲地要去开门 却听到一阵伤心的哭声 隐隐传出 那个瞬间 她的手触电般地缩了回去 她忽然想起来多年前的自己 也曾这样一个人躲起来 连哭的理由都有些相似 娜娜是因为妹妹 而她是因为弟弟 沈雁有一个小她四岁的弟弟 因为这个弟弟的存在 沈雁的童年过得不堪回首 回忆起来 她最大的感受 就是自己因为做了姐姐 而被迫长大 有了弟弟 她不能再贪恋好吃的 因为好吃的要留给弟弟 她不能再穿花裙子 因为给她买花裙子的钱 要留给弟弟买衣服 她也不能再贪玩了 因为她是姐姐 她得在大人忙不过来的时候 照顾弟弟 哪怕她还是个需要被人照顾的孩子 弟弟非常顽劣 总是欺负沈雁 沈雁向父母抗议多次 却屡屡被训斥 没有姐姐样 不懂得谦让 弟弟在外面和别的小孩打架受了伤 父母呢 必定训斥沈雁 没有照顾好弟弟 弟弟若是让别人受了伤 导致家里不得不赔偿 沈雁挨得骂会更多 就像打人的小孩不是弟弟 而是沈雁 就因为她年长四岁 弟弟所有的不好都得由她来担着 她稍微辩解 等着她的永远是那句 她还小 懂什么 你这个做姐姐的 是干什么吃的 一次次的失望不断叠加 让沈雁慢慢地学会了忍受 麻木地面对偏心偏出天际的父母 成年以后 姐弟两个面对更多的利益冲突 父母永远都会选择站在弟弟这边 沈雁深受其苦 也曾暗暗地发誓 等她将来做了妈妈 肯定只生一个孩子 她要把全部的爱都给予这个孩子 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去承受自己遭遇过的一切 然而事与愿违 在娜娜 在娜四岁的那年 她意外怀孕了 考虑再三 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原因并非他人对旁人所说的 为了让孩子有个伴 两个孩子将来养老压力小 而是因为老大娜娜 实在过于偏离她和老公的欲亲 娜娜完全是照着两个人的缺点长的 无论长相还是秉性 沈彦的老公 常年出差在外 娜娜由她一手带打 在陪伴娜娜成长的过程中 她裹在耐心外面的母爱 越来越稀薄 已经无法再自我欺骗了 娜娜不好看 脾气暴躁 不爱学习 自私 笨拙 懒惰 孤僻 夺病 即便带着母爱滤镜 沈彦从娜娜身上 也找不到什么优点 在极度失望的关口 老二从天而降 于她而言 是一种安慰 更像一个希望 大号已废 练小号的想法固然不对 却是很多父母 生二胎最残忍的潜在原因 当父母敢于承认这个阴暗的事实时 那就意味着心从一开始就是偏的 而既然心已经偏了 对待两个孩子表现得再公平 也不可能真正的公平 偏爱一定会从细节中露出来 父母感觉不到 被偏爱的那个感觉不到 但是不受偏爱的那个一定清清楚楚地知道 沈彦坐在沙发上 搂着哭得蔫蔫的妮妮 一点点回忆过往 有了妮妮以后 做饭时 她似乎更照顾妮妮的口味喜好 她没有再主动地给娜娜买衣服 每次都是因为给妮妮买衣服 顺手给娜娜带一件 老公每次带回来的礼物 她默认地让妮妮先挑 妮妮碰到水杯的时候 她担心的是孩子有没有受伤 而娜娜碰到水杯的时候 她只会下意识地吼叫 你都多大了 有没有长眼睛 偏心是什么 不就是两个孩子都能吃饱 但其中一个吃得不顺口吗 不就是两个孩子都有衣服穿 但其中一个穿得不开心吗 不就是两个孩子都有礼物拿 但其中一个拿不到喜欢的吗 不就是两个孩子都做错了事 但其中一个没有被宽容吗 沈雁越想越痛苦 原来自己真的就是一个 可恶的偏心妈妈 就像她曾经怨恨的妈妈一样 她在经历过父母偏心的痛苦之后 却将这种痛苦延续到了自己孩子身上 她是如此虚伪 假面 她在做妈妈的过程中 玷污着母爱 隐藏着功利心态 做尽了功利之事 她就是发自内心的 更喜欢妮妮 她老公也是如此 因为妮妮符合她们对孩子的语气 更合她们的脾性和演员 一番自我抛析过后 沈雁陷入了痛苦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转而想到在咖啡厅 娜娜眼睁睁看着妮妮走到马路也不管 她又觉得脾背发寒 这样脆弱的姐妹情 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也许 在她没有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里 娜娜都曾这样放任妮妮陷入危险 因为她的偏心 已经在姐妹两人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使她们不再是姐妹 更像是一对竞争者 在娜娜心里 妮妮就是她美好生活的侵犯者 爸妈是有了妹妹后 才对她不好的 沈雁后知后觉的 戳了一身冷汗 她明白以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然而又马上意识到 就连她的转变也根源于她的偏心 她并非真的爱娜娜 只不过是担心妮妮受到娜娜的伤害 沈雁无比愧疚 从那以后 沈雁的生活主题变成了端水 她在心里开始记账 如果早餐做了妮妮爱吃的甜粥 午餐就会做娜娜爱吃的炒面 如果这一次买礼物 先给妮妮选 下一次就先给娜娜选 如果这一次专门给妮妮买了衣服 下次一定特地给娜娜买 所有琐碎的事物被她一分为二 在两个孩子之间加加减减 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很累 端水意识让她累上加累 因为她不是由衷的 端水本就根植于偏爱 是对偏爱行为的纠正和遮掩 而且她端来端去 最多也就能做到物质上的公平 无论如何 她都做不到爱两个孩子一样多 她就是更爱妮妮 然而就在她独自纠结的时候 却发现娜娜和妮妮的姐妹关系 却越来越好了 有天晚饭后 两个孩子在看动画片 神烟趁机做家务 在卫生间打扫的时候 她突然意识到客厅没有声音了 她心里咯噔一下 捏手捏脚地走出去观望 发现电视已经关到 妮妮仰躺在沙发上睡得正香 而娜娜坐在地板上发呆 她走过去小声问 娜娜 你在干什么呢 娜娜拧着眉头 声音不远 我在帮你看着她呀 我不在这里堵着 她翻身掉下去 怎么办呢 神烟愣住了 心中酸涩 某个角落软软地塌下来 娜娜变了 曾经那个看到妹妹陷入险境 只会幸灾乐祸的姐姐 如今会担心妹妹的安全了 这是她一直渴望看到的画面 也是她刻意端水的目的 如今她达成了目的 心里却并不好受 因为从始至终 都是她这个妈妈的有心操纵 她还是没办法 发自内心的更爱娜娜 随前 神烟给千里之外的老公发微信 讲述自己的痛苦 老公回复道 咱俩都是家里的老大 当年咱们的爸妈 要是能这样端水 你不知足吗 反正我会知足的 神烟放下手机问自己 自己会知足吗 也许会吧 至今 她与那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决裂 已经有七年了 而老公 与那个重小轻大的家庭闹翻时间 更久了 他们都是不受家庭重视的孩子 万事只能靠自己 所以老公才为了多赚钱 与他分居两地 所以他才为照顾孩子 辞掉了工作 他们从幼年 就面临着不公平的对待 在忍耐中慢慢长大 在被父母洗脑式的教育中 其实他们早就适应了逆来顺受 而他们 之所以会走到和父母决裂的地步 都是因为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 落了下来 七年前 沈彦父母家拆迁 得了三套房 和三百万的赔偿 父母没有给他一毛 全部留给弟弟 而他那时候呢 还在外地租来的房子里 独自坐月子 为了凑首付省吃俭用 多年前 老公考上大学 学费靠贷款 生活费靠打工 每天满头闲菜 将就着货 而家里 却将考不上高中的学渣弟弟 送进了每年学费两万的私立学校 好吃好穿的供养 老公说的是对的 哪怕他们的父母 只是假行星的端水 他们都不会含心之词 父母偏心 最伤人的是什么 是情义上的不偏爱吗 不是的 情义这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最伤人的是那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物质上的不公平 父母子女 其实和朋友情侣一样 也是讲究缘分的 有些人 就是永远都合不来 血缘并不能大于一切 愧疚无用 焦虑也无用 爱是不能假装的 也是不能强迫的 与其在自我反省中痛苦 不如尽力做好一件事 那就是别在物质上 亏待那个 不被偏爱的孩子 因为每个孩子 迟早都能成长到 没有父母的爱 也能坚强生活的程度 就像他和老公 他们对父母怨怼的爆发 都不是因为 细枝末节的爱缺乏 而是因为 巨大的物质亏欠 其实父母 若肯在物质方面端水 那已经就是爱了 努力让自己 好像在爱 也是一种爱 想透这些 神艳犹如卸下了 千金重担 以后 她再也不去纠结 偏心与否 她要做的 就是通过物质的均衡 在形式上 把心一分为二 一半给娜娜 一半给妮妮 至于给娜娜的 那一半心 有没有牵挂妮妮 她控制不了 也无需压制 为人父母 让孩子深爱自己 是奢求 让孩子不恨自己 就算是合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个声音乐